刘亦菲晒了九张游客的嘴唇发干痘印,明显拍照都不用美颜这才是高颜值。 12月19日,刘亦菲在她的微博上发布了最新消息,像以前一样,她没有太多的话,只有三个自旅游照片。 但令她高兴的是刘贴出了九张照片突然之间,我相信菲律宾的球迷们都非常兴奋。 要知道,刘亦菲之前更多的是薄贫,不是很勤奋最重要的是,基本上每次都要分享一张照片,偶尔是一张自拍这幅画,使中国新年的节奏大吃一惊。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刘亦菲作为一个游客,应该去很多地方。 一些图片在背景中显示了小城镇一些看起来,像大海还有一些是田野。 但是照片上她的穿着,和我们对小仙女形象的印象是很不一样的哦。 刘亦菲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外套,戴着超大号的太阳镜里面,配着一件白色的毛衣。 这一次,她的装朔和风格显得特别有派头,她有一种老妇人的感觉,个性也很强,身体还背着一个简单的书包,一下子就增添了许多青春气息还是那么可爱。 她的长发也被扎成马尾变头上,戴着一条裸露的头巾看起来很清爽,众所周知最难抱红嘴,死了八笔粉,在仙女姐姐嘴里都是那么的美丽,简直就是美丽到没有朋友。 一人以蔽之刘亦菲这一次的私服,实在是超酷的,既甜蜜,又可爱又时尚的温馨。 就是美我的嘴,有点干你介意涂点口红吗不出所料。 作为一名合格的粉丝,观察自己的爱情都会小心细节不会泄露。 许多菲律宾歌迷在欣赏自己仙女姐姐的仙女美貌的同时,也发现,刘亦菲的嘴唇看起来有点干燥。 这不是大家都说,要买口红给妹妹众筹,让倩倩别忘了涂口红,毕竟冬天嘴唇更容易干裂。 涂把嘴侧面搓窗印,都还在腰部那么真实,不过菲包总是走针锋还是那么漂亮。 哈看来大家都发现了,可是长痘痘的刘亦菲,不觉得倩倩还年轻。 不管怎样都有痘痘,我们不朽的姐姐还是那么漂亮。 外表水平和身材,完美的不了形,总之刘亦菲,最近还是觉得心情很好。 也许我刚看完电影我有时间好好休息和旅行,所以我心情很好一天两次跃博。 仙女跃博的速度我相信菲律宾的粉丝们都希望能让仙女姐姐更薄贫吧。 希望倩倩能听到菲粉丝们心中的呐喊,每天都能过年啊,图片源自于短路。